穿蓝衣的男子没戴口罩 被远景劝导又不配合 拿出尖尖的螺丝起子 想要攻击警方 双方在大街上追逐 男子拿螺丝起子挥来挥去 远景持警棍防备 就在这个瞬间 远景一个剑步用身体撞倒男子 但他还在不断挣扎 两人扭打不完 最后是有热心民众和警察 一起扑上去 合力将男子压制上铐 冲突地点就在台南雪甲区 6号早上8点左右 蓝衣男子跟家人 到雪甲公有市场采买 因为没戴口罩 被市场工作人员拦下来 结果他情绪激动 跟对方起口角 有热心民众劝他放松一点 但男子却拿出螺丝起子 做事攻击 警方获报到场 他转而攻击警方 现场热心的民众及警方 立即予以逮捕压制 压制过程中 造成远景及犯险 手脚挫伤 均腹药后已无碍 不想戴口罩还洗紧 把远景的手划伤 还得上药包扎 而闹事的证明男子 被依妨碍公务罪嫌 依送侦办 TVBS新闻方志成纪元 台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 是所有人坐着 禁远 没有 都